在媽媽之後發現真的好辛苦喔 而且我是要洗戰鬥爪的人耶 就是小孩子就在外面大哭 真的 你只要洗戰鬥爪 我曾經有一陣子 不只是洗戰鬥爪 我是洗局部爪 那局部我們就會說 都去買局部了 只是我想跟她講說就是 媽媽真的要18班5億 然後呢 18班5億之後呢 你要有一點點時間 看能不能寵愛自己一下 那個真的是奢侈 妳都怎麼寵愛自己 哇 我都是那個 小孩子睡完覺之後 我就去煮湯了 然後 我就跟你說 我可能跟我們就別 小朋友真的有雷達 我煮完泡麵要吃了第一口的時候 就餓飽這樣 妳就這樣 然後就去安撫她完之後 回來 泡麵種成烏龍麵 就覺得 我的唯一的時間就沒有了 真的 對啊 問問一下 看看這個仁府 妳怎麼樣去讓太太能夠 寄行能夠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會嗎 妳會讓她去放鬆一下 會 因為她現在基本上 因為她先 我們家的小朋友現在一個十歲 一個八歲 已經比較大了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寵愛自己 因為她八點就去上學了嘛 然後到下午四點鐘這段期間 然後我老婆就跟我申請說 老公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 再有一天的時間 讓我去做SPA 好舒服喔 我就覺得呢 好老公 不錯喔 對啊 因為她去做完SPA之後 回來以後 你就覺得老婆就變得很漂亮 對 皮膚也變得更細啊 更光煥發 我就說好啊 可以啊 然後於是她就又有一天的時間 去做SPA 然後她看到我很開心之後 她又再跟我要求 老公 我可不可以有一天去做指甲 好啊 妳皮膚好嘛 妳做指甲 妳當然OK嘛 好啊 那妳就一天去做指甲 然後呢 再來 在指甲做完之後 老公 我可不可以有一天 是去給人家泰式按摩 不一樣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要鬆腰一點 SPA之後會是按摩不一樣 的確不一樣 還有腳底按摩也不一樣 然後她就開始 把自己的行程塞得很滿 然後開始說 老公 我可不可以去學做麵包 可以啊 老公 我想要去做花藝的那個工藝課 但是現在已經六樣了 已經六樣了 一個禮拜七天 已經六天了 對 所以呢 雖然呢 我們有更多的時間 小孩子上學 我覺得我跟我老婆 有更多時間相處了 沒有 她把自己的時間排得很滿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分配到太多時間 是 我記得我老婆那時候 最缺的是 她發現 就是自從生了小孩之後 都沒有運動的時間 然後她就 看著鏡子就覺得說 我這個身材一直沒恢復 然後衣櫃裡 衣大貴通通是永遠在穿不下的衣服 真的 看想哪一天可以再穿上 妳沒有這個困擾啦 我一直有 為什麼 為什麼連攝影師都笑了 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身材真的是媽媽很注重 對 對 媽媽們有這個 這樣的困擾嗎 困擾 有啊 就是我那時候剛生完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胖了15公斤 然後呢 那時候生完的時候想說 對 應該會自動就是瘦下來 因為有水腫什麼 結果 沒有啊 寶寶才3公斤 對 其實 他們就10幾公斤在自己的身上啊 然後那時候就要參加婚禮啊 然後就打開以前那漂亮的洋裝 然後每一件都拉不上去 然後呢 老公在那邊 在拉拉鍊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你也知道 剛生完就會脹奶對不對 然後因為你可能太用力了 所以你知道奶又突然這樣 哇 哇 起血而出 Oh my God 對 然後本來衣服都失掉 然後衣服又拉不上去 然後人生崩潰 我想說 你知道很慘 真的 哇 實在 那你來 我的話是 我以前生之前啊 我怎麼吃 其實我都不會有小腹 對 這是貧富人 可是我跟妳講 生完之後體質會變 我現在喝杯水我就有小腹 所以我錄影前都不敢吃東西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你知道 媽媽都要找快很準的瘦身方法 所以我真的什麼方法都試了 什麼鹽盤 玉啊 枕骨 你知道我後來試的最有效是 貼穴 對 它就是把中藥那個錠啊 然後就貼在穴道上面 然後運用那個氣 然後運行 真的新陳代謝就變好 所以妳有瘦 我瘦了 而且女生最怕瘦了以後對不對 如果退奶的時候對不對 我胸部也沒變小 哎呀 我不相信 我看 電話 我不相信 但是我跟妳講晴天霹靂的就是 我終於是她不看了 對 對 要試 我終於是她不看 然後我就覺得晴天霹靂 我想說那我怎麼辦 我不敢升第二台了 不然終於是苗生第二台 真的 對 所以其實那多少 身材都會受一點影響 就會引甲包包的心情 對 而且其實真的會 就是不該鬆的地方也鬆了 然後不該凸的地方也凸了 真的 不過在座有一個媽媽 她的身材保持很好 Sandy妳 妳有這樣的困擾嗎 超強 真的 對 那中醫師後來只看她 都沒有 真的耶 妳知道身材都很好 她出的教練比較高 有哪一個媽媽敢弄手臂啊 我們手臂有多出 妳知道嗎 其實什麼都包起來啊 其實這個懷疑過程中 就是一直維持在 所以那妳有胖幾公斤嗎 我也是有胖到十六公斤 十六公斤 十六公斤 那妳怎麼受得來的 其實就是一直 除了運動之外 還有就是一些飲食上面 也稍微注重了一下 對 該補的地方補起來 不該補的地方讓它就是代謝掉 對 還可以這樣子喔 可以補 可以選擇哪邊要代謝 那妳可以教一下經理她 沒有 沒有 我幫妳問 我也關心媽媽 每一位媽媽我們都是搭 真的 互相關心嘛 謝謝 但她沒有 因為她不是產後的問題 她產前也差不多 沒有 謝謝妳 有什麼方法代謝嗎 或者是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循環好一點點有沒有 像我等一下就是 我可以直接教大家 那我可能需要 人虎哥跟我一起做 人虎哥 對喔 夫妻一起雙修的意思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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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修了嗎 妳如果出來的話 我應該很快就瘦了 這個其實的動作啊 就是可以促進 就是妳跟家人的親密關係之外 可以促進妳的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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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妳的 當妳的 這樣是可以的嗎 對啊 還可以的 雙夫妻之間的快樂 所以就先把妳的雙手 先借給我 OK 所以是運動嗎 這是運動的一種 這是運動 對 所以妳要先 妳忘了可以嗎 我需要先把回套脫掉 好 妳要先把回套脫掉 妳要先把回套脫掉 太單情了吧 太單情了吧 對 好 首先 就是雙腳站穩之後 深情地撞著對方 這樣深情的 對 準備好了嗎 好 接下來 把妳的小屁股移動一下 小屁股 小屁股喔 好 前後腳互換 所以妳的 這樣又扭到腰喔 換邊 對 所以妳的上半身 一定要持續看著對方 上半身不能動 上半身不能動 OK 只能動下半身 好 好了嗎 吸吸吐喔 來 吸吐 好 我們維持十五秒就好 好 幫我倒數一下 好 開始 十五 這麼快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二 十一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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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十幾 十六 十五 十八 十六 十九 Doctor Seven 很累 這個真的很累 因為你跳的同時 你還要一直去牛女的腰 主要這次重點就是 下半身更動 下半身是穩定住不動的 那做完可以有吃泡麵的時間嗎 對啊 這可能要讓我一下吃泡麵的時間 他可能會吃更多 我也記得 可能還會三個星星 吸氣土 對 好 謝謝 不容易耶 其實才十五秒而已耶 其實很累啊 很累啊 那為什麼不簡單一點 一個人跳繩就好了呢 跳繩也是可以這樣跳 我覺得這個動作可以單人做 可是你也知道單人很LONLY 而且單人到最後就會不想做 對 你會知道是 我算了就不想做了 就累了就不想做了 對 那加一胖二十九公斤喔 你還能用那麼乾淨 二十九公斤 你不錯喔 越來越用我 他呢 其實喔 我跟你講 懷孕的時候胖啊 胖完之後 你就想說反正呢 都是給小孩 錯 因為其實呢 我三個小孩 一個三零七零 一個三千一 然後一個二零九零 對 都碰到我啊 然後我出院的東西 已經生完過一個月了 出來還是六十八公斤 所以其實就是自己愛吃啦 對 真的 可是你到時候就想說 要給小朋友補一下 要營養一點嗎 這都藉口啦 他就自己瘴氣了 你怎麼知道 沒有 可是我覺得孕婦 絕對有吃的權利 他絕對要吃 一定要吃 剛剛有人問我說 什麼時候才是這個 就是產婦什麼時候開始減肥 我真的很慎重的跟大家建議 拜託你 餵完母奶 你再來減肥 真的 因為我一直相信 母奶裡面的情緒 會影響小孩子的發展 對 因為其實我一直在保持自己 情緒在很康當 因為我自己是很容易嗨的人 然後 所以我自己在那個 就是養小孩的時候 然後我看了一堆書 我的書真的不誇張到這裡 就是整個節起來 所以養第一個的時候 第二個就不會那麼多 對 越來越爽 對 然後我就看了各種 他們就說 情緒會影響小孩的心情 從胎教開始 然後一直到餵母奶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你生完小孩 真的不要減肥 然後一直到餵完之後呢 你的母奶 香又濃又滑 然後小孩子就長得非常的壯 又滑 對 真的啊 喝 就是牛奶啊 那個牛奶喝的感覺 然後小孩喝的心情也好 然後你比較好控制他 就比較不會哭鬧 但是你出去沒有 因為身材鬧過什麼 比較傷心的事情 我哭死了 我跟你講 我第一胎的時候沒事 因為第一胎會唱歌嘛 然後大家比較看不出來 在第二胎的時候 尤其又是懷女生 哇 男生是接起來 你們有唱歌嗎 說得說超圓 對啊 所以我覺得老人家很厲害 以前懷第一胎的時候 你怎麼都看得出來 自己生完就懂了 你知道 整個這樣拉開來 然後我就去看房子 我的保母呢 他大我才十歲 可是 他跟著我去看房子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仲介的那個秘書 就等我們家的保母去 前面看那個庭院的那個花草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那個 他大概十歲耶 出死了 他就說我是他妹妹 你知道 我第一次孕婦抱走就是那時候 我那時候懷孕大概六個月還七個月吧 我就整個就站起來 我就說 你是哪個眼睛看到她是我妹妹啊 我有長得這麼老嗎 你沒看過我在電視上嗎 你有沒有這樣子 我沒有 自轉地 我都抱走 對 然後秘書還神輝我說 好厲害喔 秘書很傷耶 真的 後來是他那個老闆來了 就跟他講說說 有啊 他只是現在變了樣 真的 因為胖了 整個臉也腫了 然後整個人就是懷女兒 我跟你講 女孩們 好好孝順媽媽 真的是生女生 整個都腫 整個都變形 變得不漂亮 可是 我跟你講喔 媽媽 如果妳在生那個懷女兒的時候 這招 我覺得我女兒還滿美的 我女兒整 我女兒無敵美 你看我多醜 你不是這樣嗎 四十歲也太心酸了吧 那妳有什麼方法可以自己射毀 妳說妳那時候胖到七十六 對 我胖到七十六公斤 現在四十幾而已 現在四十九五十在跑 怎麼可以做得到 是有什麼方法 好認真喔 要示範嗎 我好愛示範 要 幫我們示範就這樣 誰看得出來三個孩子 真的耶 什麼好意思 燈養的吧 妳看好開心喔 燈養的吧 這有名詞嗎 這是什麼 這個是測棒式 一般我們的棒式不是這樣子嗎 陳秉 對 可是棒式呢 其實就是在訓練妳的核心 是 那妳要整個都是一直線 對 然後 但是呢 我今天要做的是測棒式 這是我的健身教練教我的 測棒式 因為妳在動的時候 都是妳的腰在動 是 所以其實要很大的穩定度 是 就 這個姿勢 這該怎麼講呢 就是筆直一條線 然後妳要確定妳的 手肘 是跟妳的頭 它整個是直 是整個垂直線在 往天空的 好標準 是講得比較標準 飛直線 起來 這個很難 場邊很難耶 場邊太難了 一開始的時候呢 妳會覺得比較不穩的時候 妳手可以拿起來 還拿起來 而且她還在講話 妳好強喔 一開始的時候 妳就這樣子穩定住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妳可能比較不熟 妳可以每天做這樣的動作 大概 一分鐘到兩分鐘 然後 都沒有足 中間可以休息 但是呢 再進階一點就是可以這樣 這個太難了 我的天啊 這樣就可以這樣 是不是老師 是 妳就會非常的 鍛鍊到妳腹部的肌肉 越慢越好 而且其實你看 她平常有在練 現在都已經有一點點抖抖的了 我好久沒練了 最近在拍攝 妳好厲害喔 而且邊講話邊做 或者 妳可以做這樣子的 這個更累了 做一個上半身扭短的動作 這個我都覺得好吃力 對 妳看肉都好血 而且妳耳朵都紅了 其實 對 它其實很快 就會讓妳整身的那個 血液循環活起來 另外 如果你不想動的話 其實我覺得 妳好強喔 全身都運動了 妳好厲害 妳要記住 妳的身體在做運動的時候 一定要筆直一條線 才不會去 傷到妳的筋肉 或是似的地方 肩頸 對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是 像剛剛不是講說 說妳的肚子很鬆嗎 對 其實有一個那種 剪刀腳其實還滿簡單的 剪刀腳 對 剪刀腳 剪刀腳好像太難好了 而且鬆完腳 其實肚子真的很鬆 B就好了啦 直接下來就好了 完全不知道 他們在討論什麼 對啊 因為妳在家裡面 妳看電視的時候 就可以做這個 是 我跟你講 妳每天這樣做 就是做六組 然後不要多 一次二十個 先把腳都開了 這個放下去 是 這個很難 這個很難 在這裡 平常妳這裡在抖有沒有 這裡很抖 很抖耶 腳不要落地 然後再回來 再回來 再回來嗎 天啊 這太好冰 後越久了 妳的肚子 它就會越用力 就一定在這邊走 以為她的肚子在抖 再起來 後倒不能再後再起來 不能往下休息一下嗎 我覺得不要 妳就是撐完二十個 然後妳再休息 二十個 休完之後 然後再做另外一組 維持在妳最陡的地方 然後絕對不要碰到地上 真的好陡喔 妳好陡喔 這個男生做也很累耶 真的好神耶 真的好神 去你的核心 然後妳的肚子就緊起來了 真的 我跟妳講 二十六公斤 真的好多 妳就要這樣子 逼自己 真的好辛苦喔 好棒喔 太厲害了 真的嗎 真的 真的太強了 二十六公斤這樣不見了 是 那一天最多可以做到 怎麼樣 這樣 我自己 就做到喪氣 做到 脫了 喪氣發作了就不能再做了 積極減肥的時候 一天做兩個鐘頭 都是一直在訓練核心 兩個鐘頭 連續的嗎 還是加起來 連續 就連續啊 連續兩個鐘頭 因為其實 妳在運動差不多到 二十五分到四十分的時候 它才開始燃燒妳的脂肪 看妳個人的新陳代謝是如何的 所以妳已經做到那個 已經做不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消耗妳的脂肪 那時候才要繼續堅持下去 絕對不能放棄 所以就繼續再多做 它的雙倍 妳的那個脂肪消耗會更快 我想電視機前面 也有很多媽媽也覺得說 那時候小孩子就在哭啦 沒有拿進去有辦法 站上去 很多變化 對 我們都是為了小孩做犧牲 對啊 真的 我人父想問一下 這麼多運動 妳有沒有想說 哪個絕招要給慶妹妹做一下 因為每一個都不容易 我發現 我覺得那個雙人妞妞舞還不錯 因為那個可以兩個人一起做嘛 對 然後會比較有伴 然後小朋友也會比較 跟小朋友玩的話 小朋友也覺得很好玩 對 可是妳那個是有氧 然後我剛剛做的是無氧 所以有氧是加上妳的脂肪 無氧是雕塑妳的曲線 所以妳一直做兩套都要一起用到 其實這一期會更好的 以前我小孩還小的時候 然後我會在地上譬如說做伏地行動 仰臥起座 我把它放在自己身上 帶著它嗎 對 反正就好玩嘛 對 那妳下次帶著我試試看呢 不過也是我覺得像人父講的 其實有時候可以增進親子的感情 或者是夫妻的感情 因為老實說 真的帶小孩之後 我真的正眼看到我老公的機會 其實非常非常少 對 那真的就是這樣子 真的十五下 或是一天一到五 一分鐘到五分鐘 其實就已經讓身體代謝一下下 會比較舒服一點 又找回以前那個熱情 年輕的感覺 這樣子妳就要再生下一胎嗎 也是不用 累死自己 不過其實有時候都在想說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運動對不對 維麗妳有這樣的困擾嗎 我剛生完第五天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剛生完就是可能 上廁所啊 都會需要老公攀扶 然後那時候我就 老公妳可不可以帶我去唱一下廁所 然後老公攀扶到我上廁所的時候 我把褲子脫下來 他嚇到 因為我那個肚子 整個就是 剛生完 瘦還在生中 對 然後他嚇 他看到就有點驚恐的 跟我說 妳不是剛生完嗎 怎麼肚子還這麼大 然後我想說 可是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生過 然後我一生完 我自己也嚇到 為什麼都還鬆垮垮的 然後他大概過了半個小時 他就來問我說 這個好帥喔 太過分 不要躺在床上 下來跟我走走 然後我想說 我剛生完不是不能運動嗎 對 然後後來就有很多朋友 然後 我就開始問朋友說 該怎麼樣 怎麼樣讓自己身材變好 然後我朋友就有介紹我 秘密武器 就是白天穿的 跟晚上穿的 有分 有分 因為 塑身衣穿的真的很不舒服 對 像我現在就有穿在 白天穿的塑身衣 像這種的話 它就是有添加那個保養品 然後還有塑身功能 緊 不是 這給誰穿的 這太好小了 這是寶穿的吧 這是什麼 它是 很好穿的塑身衣 對 這不是寶穿的嗎 那內要換哪裡 就是在這裡 就是這裡 這是肚子 那邊肚子 然後下面是大腿 下面那個是大腿 穿下去我應該要穿兩個屁股 沒有 它其實還滿 有些塑身衣很緊 但是這個塑身衣 穿起來是還滿舒服的 不會想要讓你脫下來 那晚上穿的 它有什麼特殊成分嗎 它有添加一種植物成分 它是有穿的保養品 它可以邊穿 然後邊讓你緊實 然後還可以讓你皮膚緊緻 對 然後這個晚上穿的 還有去菊皮喔 你知道 去菊皮 好強喔 好強喔 不會這樣穿的 不會讓你想脫下來 因為有一種日本的 之前有那種日本晚上穿的 所以讓水小腿 但是我都會想把它脫下來 但這個不會 它其實還沒有 它其實這兩個的那個 都是彈性還滿 對 滿強的 滿OK的 那時候我病的時候 就是不會緊到 你真的很不舒服這樣 我就量我的身材給它 然後它就說 妳要穿M的 我說 我平常都穿S耶 然後一伸完 然後要穿M的 我真的大受打擊 可是我那時候一套上去 那個腰 然後大腿的那個 本來都黏在一起 後來一穿上去 那個大腿就立刻分開 妳好快奮福利喔 我們等一下來團隊 好強喔 對... 而且妳好有說服力喔 妳知道 因為媽媽真的很難去運動 因為妳運動 馬上就有人在哭 對 然後就沒有辦法運動 所以妳就只好穿著這個 可是我問妳穿這個 不會譬如說有濕疹 或是一些問題嗎 因為其實我覺得 做生意很不舒服 像白天的話 穿大概穿八個小時 然後晚上就穿著睡覺 因為它不是夠謹慎 它不會 不會讓妳緊到很不舒服 了解 它有點像是像Legging的感覺 了解 對 可是黃醫師這樣穿那麼久 是OK的嗎 還是 妳不是上次說 妳穿到那個內臟都被擠壓 上來 對... 因為我穿的時候太擠 我想說 好緊喔 好想脫掉 而且血壓不要高 他們就說有兩派說法 一派說法是說要穿 內臟才不會移位 然後另外一派說法是說 不能穿 因為內臟會被擠壓 那我就選擇 我想要的就是不穿 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 他問醫生說 醫生我喉嚨是什麼 他說 那肝臟啊 只剩 我太誇張 所以其實就是看媽媽自己的需求 對 但這樣穿是OK的嗎 如果她的彈性沒有真的太緊太緊的話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啦 我覺得彈性以給媽媽的是一個 一個對自己的自信心 真的喔 你說只穿個衣服她就會瘦 那當然是不可能 但是穿上去之後就可以看到你原本的曲線 只是要想說原來我還是有腰跟臀 只是我現在稍微 對 稍微努力一下做做運動飲食調整 有一天這個就鬆到我就不需要穿了 很好 對 可是穿梭生衣真的會瘦喔 這我可以作證 因為我 妳每天坐兩小時 當然會瘦喔 可是我除了做我還是有穿梭生衣喔 我之前就是 因為我做運動是第二胎開始我都有 就是產後有做運動 跑馬拉松啊 做什麼 什麼可以做運動我都做了 但是在第三胎的時候我發現 我自己瘦比較慢 我就穿梭生衣 你知道嗎 它就回來了 因為它每天就是幫你拉 然後幫你拉緊 所以真的會瘦 好 唯一不能做的就是 馬拉松 這是絕對不行的好不好 但是如果開刀 你要等你的傷口 癒合差不多 你再穿 要不然真的會造成你的傷口 可能會有病變什麼 這個要小心 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找到 適合自己的快樂的運動方法 那麼計畫論 練美只靠這一招 還有玉文小姐 她當年六十四喔 懷孕都不及吧 沒關係我們請她捆著 請她自己出來 來看看她現在長什麼樣子 歡迎玉文 嗨 差很多 而且我跟你講 她今天心機超重 她以前頭髮都會綁起來 她今天故意這樣站下來 然後走出來有風 對 就是有青春的感覺 然後這種半堂法 就是像學生時期 你有回 有看到你以前當初的學生情人嗎 我當初默契你都不是 你喜歡的是天心對不對 我跟天心一起出 你是不是喜歡另外一個 你不是因為 你不是跟文藝阿姨一起出道嗎 哪有 我跟天心還有吹藥味 翻臉 這是妳 這是我懷第一胎 C1胎 快要到育產期的時候 因為我第一胎是41週半才生 所以這個是40週 我想當初我老公娶我 就是她是我的粉絲 她跟你們的同學是一樣的 是是是是 然後生完之後最慘淡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我老公 因為我們家門口 就是一個那個 垃圾車固定來收的時間對不對 她有一次跟我講 她說晚上9點你下去 你跟那些倒垃圾費用都蠻像的 然後你給加入他們聊天 她這樣講嗎 她就說哇 我是不是說 你現在混在那一群費用裡面啊 你非常融入 然後從一個學生偶像 學生時期她的女神 然後變成費用 這個真的差很多喔 對啊 所以我現在覺得這是引以為戒 而且你覺得我差很多 你先看看後面那幾個 老阿婆喔 超冷的 超冷的 好的 有啦 有努力 好 現在很可愛 謝謝 現在很可愛 謝謝威娃 她拿水 她已經帶下去了 對 至於第二個是誰呢 喜喜 誰 哎呀 好瘦喔 哇 這個有進度很多耶 一個力 這很瘦啊 真的差很多耶 而且你看這個 鼓鼓的有沒有 哎呀 幹嘛害羞 很害羞 我真的是胖得太誇張了 我在懷第一胎的時候啊 我只是像吹氣球一樣 胖了23公斤 哇 對 然後我每個月去產檢的時候 我產科醫師就很嚴重的警告我說 如果你再不忌口的話 你會很危險 對 因為 對 因為 沒有雙胞胎 我就是 13胞胎而已 對 這個是更大的侮辱耶 對啊 對 因為我實在就是 20幾個都是雙胞胎的人 對 剛剛那個明川老師 還問我說這個是正在懷孕嗎 我說沒有 這個已經生完一年了 什麼 對 因為我實在是胖太多 又胖太快了 所以醫生就很擔心我 會有心血管翻面的問題 然後我那時候 又因為體內的激素整個大亂 整個皮膚除了長斑以外 又整個就是痘痘橫行啊 喔 更難 對 然後後來我又沒來得及 瘦下來 又馬上又懷了第二胎 哎呀 給大家看一下 是我那時候生產完的照片 哎呀 就很誇張啊 這張應該刪掉 不應該留在這裡讓我們用 真的 我們等一下帶回家 好了 謝謝希希 謝謝 謝謝 第三位同學 請Nina出場 Nina 你看她 好可愛 對 而且是一個很有優勢的方式 而且是一個很有優勢的方式 角度耶 我是女的 搞不清楚 有我看過 而且你知道嗎 她就說她是劉榮佳的姐姐 我想說 哪裡有像 一點點都不像啊 真的很胖 一點點都沒有 但她現在瘦下來 她長得像劉榮佳耶 一開始有像了是不是 有像耶 真的 終於找回寫青的感覺 這是真的 你看那個照片裡 哪裡有劉榮佳的影子 真的 所以妳到底是什麼時候瘦下來 因為我一直以為 妳是學生時代瘦下來 所以顯然妳後來又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大學的時候 我是高中 其實我國中的時候都還很瘦 對 我國中的時候還有人說我是水舌妖 對 然後那時候還覺得 我都是水舌妖 然後那時候還覺得 哇 沾沾自喜 但我從高中開始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自甘堕落 就開始胖起來 就是高中就先坦克 然後大學就開始變成這樣子 水舌妖 對 就開始變水舌妖 就是以前的水舌妖 早就不知道飛去哪裡 對 然後呢 那段時間很慘 因為其實我根本不會打扮 然後我都穿我爸年輕的時候的衣服 因為我媽的我穿一下 妳有想過妳爸的感受嗎 可是我爸都覺得他很瞎趴很OK 結果我穿去學校有一天 我就遇到一個學長 然後我學長他看到我 他就這樣 你知道妳很邋遢欸 因為他穿爸爸的衣服比較夸夸 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很難過 因為我那天可能還特別有一個 就是妳知道穿搭去 然後還被說邋遢 我就想說我自己到底有多招 所以我大學畢業後 我就開始奮發向上 開始努力減肥 而且也是 瘦了之後 才交到人生的第一個男朋友 男生好現實 像這個時候都沒有交過你 對 所以我算晚開發的 為了學長的一句話 真的 我的人生就是沒有學長出血 謝謝 把它帶到妳的位置上 好的 妳今天準備好了嗎 其實這個就是我平常照鏡子的時候 的樣子 預備 來 你看我是說這個 有意思 對啊 他有在節目上 把我準備的衣服穿破過 真的還假的 真的還假的 我還把他變衣服換一下 真的還假的 因為他把它穿破了 你沒有跟他講 你沒有跟他索賠 你是破的嗎 因為是錄完影回去 才發現衣服破了 今天好好跟他講一講 他今天有來到現場 他今天有來到現場 對 所以叫他陪我錢 是不是 我有帶錢嗎 他也蠻有錢的錢 他也蠻有錢的錢 好 歡迎秀琴姐 秀琴姐 秀琴姐 好可愛喔 好帥喔 好帥喔 還有腕子頭耶 你才好多 下巴好尖喔 每把這張照片 你收好多喔 對啊 對啊 我們就看一下下麻痺 比一下下那個腰的感覺 是平的 而且你有 有凹進去耶 可是你那時候 怎麼會胖著呢 就是一直吃嗎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又開餐廳 對 有開餐廳 對 然後又應酬多 對 然後你知道嗎 朋友來然後就又喝酒 又吃宵夜 對 然後就覺得整個人就很像 就是你知道 就是一個大神 你知道嗎 然後老公也不帶你出門 其實就是喝酒跟身材 其實酒 喝酒就等於喝油的意思 對 我有這樣的口訣 所以其實你喝酒精就是 油脂的比例也會增加 你體脂肪也會增加 對啊 然後很難受下來 哎呀 喝酒是很難受的 真的那時候真的是 電就是靠我在撐了 了解 對 好可怕喔 職業傷害也算是一種 對 是一個職摘 了解 趕快把電收了 還有秀琴姐 62公斤 現在很美 對 好 下一位 我們來 他是誰 小屁孩 嘻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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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鐵兒 像蘇琴兒 像蘇琴兒 我好像這在港片裡頭 很常見 就是一種姬姬啊 蘇琪啊 或是 蓋幫來的啦 他很像男扮女裝 就是男生有這樣 而且邊走路 用手機 這個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他現在生了五個 比現在這個樣子還正 歡迎吳寶媽 哇 哇 哇 謝謝 誰在說打狗飯啊 打狗飯拿出來啦 你這時候是什麼東西啊 對啊 妳還還一直罵妳的小孩嗎 對啊 不是啊 因為我那時候才剛生 這時候是剛生完第二胎 那從那一年開始 從那一年開始 我覺得人生就 鋪入個悲慘事情 剛生完又滿 一直瘦不下來 所以我自己以前和生的衣服 以前還可以穿SXS 完全穿不下去 我就一直跟我的老公搶衣服 搶那個X1樓的上衣 我們來看看 我在我老公手機裡面 發現的一張照片 好 好 來看 這樣子 這是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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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雞姐 對 雞姐有這樣耶 這是十神第二集 是不是 人類的演化史 我已經退回去人人生 你讓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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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太厲害了 真的是 你老公為什麼要這樣屁啊 你老公的屁號滿奇怪 你老公怎麼樣 我看到他說細紋很多 又變粗 然後還長痘痘 他整個很糟 我說真的 你這個連我們現在 如果說真的派系要特別裝 這要特裝 你老公特新裝 我那時候不想去 你老公是專業的攝影師嗎 所以你在用牙齒摳那個食物渣 就怎麼會屁牙 大家專業的單眼拍了 我這時候 本來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只生兩個 後來你變漂亮 就生了五隻 好可憐 原來的五隻 來 吳寶媽 請記得下一位 艾爾瑞絲 歡迎 好可憐 好可憐 就生了是兩個人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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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對了 好可憐 想對了 好可憐 就最想講這句 差好多耶 對 這個還不是 這其實還沒有很經典 因為我是從小就是胖子 你不用擔心 就是 妳的意思 妳的意思 OK 我多慮了 對 我從小就是胖子 然後 我從國 國小到二十歲 一直都很胖 然後我國中的時候 最胖胖到七十公斤 喔 然後都很倒楣的是 我國中的好朋友 都是笑話 然後我跟他們出去啊 就是萬點從中 哎呀 一點綠 然後每次都被那個 是保鏢 保鏢 我保鏢都算了 我還要幫忙就是 抵擋那些學長 然後學長 我都要被學長罵 學長說 妳這麼胖 然後說 女生好壞喔 好壞喔 不要看清楚 觀眾朋友啊 我變漂亮了好嗎 對啊 笑話都有裸裸 真的 我老實說 我的好朋友都是全校最正的 然後我都 很多帥哥跟 收我做乾妹妹 我想說為什麼 因為他要跟我朋友做乾妹妹 我也是重要 真的 真的 原來是有目的的 超慘的 而且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到二十歲 然後好不容易就是 為了想要變漂亮 想要交男朋友這樣子 然後就 很認真的減肥 然後所以我二十歲的時候 就瘦下來了 沒想到 風光了九年 漂亮了九年以後 到 懷孕的時候呢 一下子又胖到七十二公斤 哇 這一天是我去參加 我一個好朋友的婚宴 我真的擁有幾個 妳穿這樣才敢演啊 還在我家裡 他有那個抖屁 這很抖屁 這很抖屁 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說 這我就穿抖棚去了 沒有 超抖 超抖 沒有抖屁 你都好說話 而且我告訴你 我本來覺得他會講話很過分 可是再放眼望去 你真的最可怕 真的嗎 不是 我跟你講 每個人都說 你現在真的不胖 你要穿得漂亮一點 什麼 我想說我都要生啊 好 就拿出一件最寬的 可以扣上去有沒有 結果一去 就是很久沒有見到我的朋友 就說 天啊 你怎麼胖到我都不認得 你的五官 他說尤其是你的鼻子 怎麼跟成龍一樣大 我真的就 你知道我變胖就變成龍 然後那天我就真的好難過 然後我回家就跟我老公大哭 我就說我都要生了 為什麼還要這樣說 沒有 快要生之前 真的 我覺得我就是 不是這樣吧 是快要生之前出去參加 然後知道哪一個人以後 不要再跟他來玩 對 可是我覺得就是那一次 讓我有動力 就覺得我那個 生完小孩 我一定要 立馬送回來 對 吳老師說我都把這個搬到那裡 我住在那裡 沒有違和感 真的 真的 所以你有同伴啊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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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次我都會看我媽媽好神 然後就想說 好神媽媽都好厲害 就每一個都瘦得跟什麼樣 然後每個都很漂亮 其實他們也是有辛苦努力 才變美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一下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 從麻雀變鳳凰 是 首先我們就要來講 變美 怎麼樣把皮膚變好呢 像我的皮膚啊 就是敏感 然後又有異味性皮膚炎 加上我懷孕的時候啊 就是長很多孕斑 然後又狂冒很多痘痘 加上我的產後壓力又超大的 黑眼圈又變得就是熊貓眼這樣 然後因為我產後有餵母奶嘛 又不能亂吃藥 又不能亂擦一些層藥 所以啊我朋友就推薦我說可以用 冷壓粗炸的橄欖油 天然的 然後就滴幾滴 對然後再配合一些很天然的精油 因為這個橄欖油啊 它就是有滋潤保濕的效果 然後精油呢有它不同的功效 像我這個精油啊有這個茶素 它可以消炎燙皺 對 然後像薰衣草的話呢 它可以消除粉刺 對然後像這一罐很特別 它是乳香 乳香精油 乳香 它可以淡斑 哇 跟去黑眼圈 沒有 它有一個 黑眼圈有這麼厲害 對啊 像有一些人 有楞成文的話啊 它就是可以去楞成文的 那麼強 這麼厲害 對 可是要調和就是 淡斑 要調和一般的油 對 淡橄欖油 淡化在一起 淡化紋路這樣子 文章老師 這OK嗎 橄欖油 邏輯上當然是沒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這還是要提醒很多媽媽們 就是 如果你沒有正確的一些 比如說調和的觀念 或筆例 對 其實反而會造成你肌膚的刺激 因為 第一個 我們先從出炸橄欖油 這件事情 誰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出炸橄欖油 對不對 現在有這麼多 市面上有這麼多的假油 對 對不對 所以很可怕 所以我覺得這些有點恐怖 第二個是 因為各種不同的精油的功效 其實你會發現精油功效大部分都是多功 對 比較少單一的功效 對 那也因為它是多功能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可能沒有辦法真正的對症下藥 那就會造成肌膚的刺激 所以這個是我要特別提醒很多媽媽們 減肥的過程裡面我發現就是 中間皮膚可能會有一點變化 對 所以你要瘦又要漂亮的話 其實一個大原則就是 水分真的要足夠 對 另外升級版的水分是什麼 有大豆翼黃銅的水分 對 例如你要喝一點 豆漿 對 然後或者是像黑豆漿 然後或者甚至於吃一點點豆類的食材 包括豆腐啦 豆乾這些 為什麼很多人說吃豆腐會變白 事實上不是豆腐裡面的成分讓你變白 而是豆腐裡面的大豆翼黃銅 讓你的皮膚比較明亮一點 就你亮的時候其實皮膚也會變得 感覺好像比較白一點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在皮膚的過程 這個要變白啊 變漂亮 其實你要讓你的身體有排毒 那排毒是一種說法 事實上是要排除你的一些毒素跟糞便 所以呢 我們要增加益生菌 所以鼓勵就是可以吃一點 比如說優格啦 喝一點優酪乳 甚至於是一些益生菌的食物 你要把它補充足 比如說像蘆筍啊 洋蔥啊 海藻類的東西 你都可以補進來 益生菌也可以 對 這其實都很好 益生菌的食物你要養它 讓它在腸道裡面 可以停留比較久一點 對 然後最後真的針對皮膚的美白 維生素C很重要 我們台灣的巴勒 其實一顆 它你的維生素C就足夠了 而且它 因為維他命C 是最豐富的 白絲網 對不對 巴勒啊 奇異果啊 然後小番茄還有現在的木瓜 它其實都很足夠 今年初的時候啊 我到沖繩玩 然後我在沖繩的飯店裡面 我就發現了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 增臉器 白 對 而且它更多 這怎麼辦了吧 沒有沒有 它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有很多種東西 它會保當雞跑出來 這太大了啦 你 你重做給它嗎 你都買飯了 是不是 裡面有白飯 它有多功能 它有多功能 它裡面啊 包含像是 它有保濕 然後它可以卸妝清潔 最重要的很 卸妝 對 就是它可以卸妝 它就是 它是寫Clear 就是幫你說 就是你在卸妝的時候用 它可以幫你放大毛細孔 所以你就可以幫你 那你卸 這樣你裝會融下去嗎 沒有 卸妝的時候啊 卸完吧 它上面寫說 你可以邊卸邊用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它還有一個緊緻功能 緊緻 對 所以因為它就是 它是利用熱氣 蒸氣 然後再加上那種冷水 然後會噴冷水 所以它會噴水出來 對 對 不一樣 在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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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通過這種冷熱交替 大家都知道就是 冷啊 下熱 它就可以緊緻肌膚 所以它還可以瘦小臉 可是這個有效嗎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有效 但是 當然它剛剛講的 什麼緊緻瘦臉 是有點 太涼了 但是 基本上肌膚的調理 我覺得是很有效的 蒸氣保養這件事情 是絕對很OK 我個人也很推薦 因為台灣的氣候是比較潮濕的 所以很多人它會有毛孔的問題 跟油水失衡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定期的用這樣的蒸臉器 讓你的肌膚它調理一個油水平衡 我覺得是蠻好的 但是 你不要寄望它會瘦小臉 就是 這些是 我覺得你 希望太高 有些人他可能比較貪心 他想說 這溫溫的 有蒸氣的臉 就越靠越近 其實是可能容易燙傷的 對 練獸真的很重要 雖然我自己都做不到 但是 我發現 每個照片這樣看起來 胖的真的都大概都十歲以上 對 練獸是真功夫 因為它絕對不會一夕之間 對 而且要很多狠心跟毅力 秀琴姐妳怎麼做得到 我是你們好神媽媽的忠實觀眾加粉絲 謝謝 老師的話跟專家的話一定要聽 對 所以專家講的話真的有效 對 然後我就照著專家說的話 不要熬夜 對 然後呢 我現在都不吃重口味 對 然後呢我就會改吃 比較 輕食物 對 就比較吃簡單的啦 然後 要吃一些 膳食纖維啊 然後呢 那個蔬果 蔬菜水果要均衡 然後肉類啊 然後要選擇好的肉類 對 比如說蛋白質啊 我就選擇魚肉啊 或者是大豆啊 豆干豆腐這一類的 然後一個禮拜 會去健身房大概兩次 對 然後就做那個塔巴塔 其實塔巴塔 你做了大概幾分鐘 它就是會幫你消耗一整天的 熱量 對 其實我剛在後面就跟休婷姐討論過 我們的方式真的都是一樣 像我現在目前我是170公分 然後我現在52公斤 算是標準 對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生的時候是72公斤嘛 我瘦到54 這樣瘦18公斤 我其實只用四個月 可是我這四個月 四個月 對 這樣會不會太多 太短了 沒有 可是我這四個月真的是很認真的 就是我那時候每天都會游泳一個小時 然後我還會在家裡 譬如說看電視的時候 我就邊拉彈力神 喔 然後跟搖呼拉圈 好認真 對 然後像吃飯 像現在我真的不太吃精緻澱粉 我又不是夾工品 我澱粉類 像我早上起來 我會吃半個地瓜 或是一顆 然後加一個水煮蛋 其實這樣之後還滿有飽足感的 然後像中餐晚餐 我也是盡量就是吃十穀米 但是少少的 但我會大量的蔬菜 然後配好的肉類這樣子 其實秀琴跟艾瑞斯兩個人的一個吃法 共同點就是 第一個他們都只吃食物 沒有吃加工品 對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的加工品 伴隨著高油跟高鹽 所以不只讓你水腫之外 還會讓你真的胖 對 其實很多像我講貢丸好了 貢丸的那個油脂的量啊 如果是三顆貢丸 大概就是喝半湯匙的油進去 真的 真的 所以平常你減肥 你不會多 你平常減肥 你多加那半湯匙 你都很掙扎 對啊 會很計較 會很計較 我想說我這樣炒菜 我不要 我要用燙的啦 我煎魚只要用一點點油 可是你吃了大概三顆貢丸 你這樣三顆吃進去也不會飽 但是半湯匙的油就吃進去 再來最大就是 你會發現喔 他們講了一個共同特色就是 他們的生活習慣全部都改成 三個正餐都有吃 你有發現嗎 對 跟一般減肥不一樣 很多減肥媽媽都會怕 所以她會就晚餐不吃 對 或甚至於餓這樣子 那他們是怎樣 讓自己的三餐都有吃到食物 而且吃的食物都是圓形 然後裡面有澱粉 有蛋白質 然後有大量的膳食纖維 對 那搭配運動的主要目的是 讓你不負胖 讓你的脂肪降下來 肌肉量上升 對 我覺得很多在這個瘦身的過程當中 最主要是大家都說 多吃青菜 多吃膳食纖維 可是到底怎麼樣以視覺上 然後幾克幾克 我沒辦法蹭 對 視覺上面到底 大概我吃的這一份裡面 有多少百分比 應該要是蔬菜或者是 一個人成年人 大概膳食纖維是25克到30克 對不對 那到底要怎麼吃 才會達到這個量 第一個你要先從全骨類 你每天至少要吃到兩碗的 就是一餐 三餐裡面兩餐是全骨類 再來就是你要吃到三盤的蔬菜 每一盤要達到你的飯碗 就是我們一般吃飯的飯碗 至少要達到一碗 所以你一定要三碗的蔬菜 然後第三個就是 你每天要兩個拳頭大的水果 然後還要加上一湯匙的那個堅果 堅果類的那種堅果 好的油脂 好的油 堅果裡面有膳食纖維 所以膳食纖維不是大家只想像 只有吃蔬菜水果 那是不夠的 要從全骨類 蔬菜水果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堅果 更厲害的媽媽會從哪裡來 從豆漿 自己打豆漿的話 一杯300cc的豆漿 沒有濾渣 它達到我們一天 膳食纖維建議的大概三分之一的量 對 如果你不要濾渣的話 那個黃豆啊 黃豆的那個膳食纖維是很高的 可是其實媽媽都沒什麼時間對不對 就是要變美的話就要有懶人霜 那如果我們想要運動的話 沒有時間去什麼健身房 怎麼 對 還換個運動的話 背個包包去健身房還洗個澡 哪有那個時間 對 有什麼方法 我們可以在家也讓自己可以瘦瘦的嗎 有沒有 KIMIKO老師 自己在家運動啊 是媽媽呢我覺得已經很厲害 在這麼沒有時間裡面 還擠出時間來 對 所以這個已經要先掌聲鼓勵 真的 好棒 對 但要怎麼注意呢 第一個是直 第二個是量 因為我們現在都會跟大家講 如果說你在每一天 你想辦法擠出時間來運動 那麼就要有效 什麼樣子的人做運動最快瘦 胖子 什麼 沒有 沒有 是沒有想瘦身這兩個字的人最快瘦 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第一件事情先不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對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每一天喔 你們要記下來 每天三分鐘 跟一個星期只做三小時 其實是差不多 真的假的 有太大的差別 每天三分鐘 每天三分鐘 而且有些時候 一天三分鐘 它的那個持續性 它還會讓你接下來三個月六個月 你就會開始往六分鐘 九分鐘 但是你一個禮拜就是擠 你知道很多媽媽就是 沒辦法 我一個禮拜我只能擠一天了 然後結果你出來之後 三個小時累了半死 回家老公又臭臉 覺得你偷懶 對 然後小朋友又找媽媽 你自己又覺得很難過 對 然後心情不好又吃更多 對 然後這三個小時 其實一個月過去之後 你又覺得這麼累 然後又要背著很多人的責任的眼光 壓力 就沒有效 對 所以倒不如你每一天 很專心的 就是花三分鐘的時間 然後知道要做什麼 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就要請你們站起來 直接跟著我做 好 一起來 好 你過完之後網路上有問題 可以問你吧 可以 就是呢 外甥女啊 今天已經小六了 昨天跑練跑的時候 練六公里 然後呢 所以小朋友如果長跑啊 重訓啊 高強度的運動 骨質密度會增加 會影響發育 將來會長不高 還說那如果過度運動的話 可以叫做耗氧過度 而且有孫腦力 有那麼嚴重嗎 骨質密度會增加 怎麼會影響發育 這根本就兩件事 可是骨頭啊骨頭耶 大家都覺得骨質密度增加很好啊 骨頭變硬不好嘛 變硬就抽不高啊 才沒這回事了 不過 不過他講了一個事情是對的 就是如果你過度的運動 那有一些孩子 他的生長板受傷的話 那他的生長很滿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練體操的啊 或是像我老公他們練精巨 對會長不高 是因為他們在拉高的過程當中 訓練過度 所以導致他的生長板損傷 需要修復 這些人很妙喔 如果中途 我不練了 退出 他就開始長這樣 因為修好了嘛 那他就會把之前的追回來 但是很遺憾的是 有些人就是繼續持續的練 所以最後他的生長板就密合了 就來不及了 那麼就真的會長不高 至於會不會影響腦袋喔 不太會讓你因為這樣運動而缺氧 除非說你的運動已經超過你的負荷 就臉親口唇白 當然那個短暫的時間 你會有一些缺氧的狀態 了解 那希望還是一樣 總而言之 不管你做什麼運動 請量力而為 不要因為別人這樣子說 再多飽一點 再多飽一點 把自己弄受傷了 你為什麼要站在 坐在那裡 對啊 這樣對嗎 我們站了一整場了 沒關係 而且是你們要變美變瘦 我們還有救嗎 有 有 所以麻煩兩位坐開一點點 坐著坐 可以 可以 坐著也可以 坐著也可以 我們今天要教一個叫做 超燃五 超級燃燒 超燃燒 然後等三分鐘 三分鐘版本 所以兩個口訣先跟我一起唸 好 叫做膝蓋彎彎 膝蓋彎 腳尖開開 腳尖開開 然後有看到我地上突然生出一個瑜伽墊 對不對 有 對 就是比例子 所以如果你每次開腳的時候 就要超過這個瑜伽墊的卡 對 然後膝蓋彎 腳尖開 然後再踩回來 踩回來 好 那現在就請音樂下 然後跟著我一起三分鐘 咻一下就過了 真的嗎 好音樂謝謝 兩隻手 上 然後 如果膝蓋會痛摸膝蓋 膝蓋不會痛摸地板 來 來 上 慢慢 下 再來 上 兩位主持人麻煩打膝蓋就好了 再來 然後 上 然後要帶著笑容 下 再來中間 雙手握起來 開手 開 然後中 往左邊換邊 旁邊 很好 收褲加進來 對中間 單手 雙手 單手 雙手 單手 單手回來上下 一起 上 下 先欣賞著 我要 上 上 下 我要 下 好 完了 好 預備 開手 單手 雙手 要帶著笑臉 一起 單手 雙手 單手 最後一次上下 下 莫力板 下 我要聽到你們的吶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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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腳 回 然後開腳 小心 過來一點 然後開 膝蓋要彎彎 腳尖要 開開 開 然後關 著地的聲音要小聲 著地小聲 膝蓋腳尖開開 開大腿才會吸 往上 上 很痠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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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腳開手 開 五 回 手要180度 手都架起來 才會運動到腰下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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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聽到你的聲音 不要動 不要動 好 開腳關腳加快動 我要動 大家 沒有開嗎 我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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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什麼 下 上 摸到地板 下 肚子夾緊 屁股夾緊 上 開腳開手 慢的 開 我要動 我要動 非常好 我要動 每一個人都要幫忙追 上下 加快 上 上 下 下 開 關 我要動 我要動 上下 天啊 天啊 上下 快 快 快 不要動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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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眼睛來 給自己一個掌聲 來 來 來 最後 真的 有一件東西 有沒有 違喘 有 違喘但是能不能講話 可以 這個才是一個自己在家裡運動的時候 你雖然你要追求燃燒 但現在 對 可以說話 可以 安全 所以要記住幾個衡量的標準 慢慢來對不對 慢慢來 想不想說 有 有 今天有很多部分交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變瘦又變美 好 重點是呢 謝謝辛苦的媽媽 你們做夢真的好吵喔 還有 而且剛剛有一個人說 不只三分鐘吧 對 其實 算一算 三分鐘 我現在播出 那重點是呢 電視機前面的媽媽 如果你想變美的話 記得上我們媽媽好神粉絲團 參加我們的活動 就可以得到精美好旅遊 今天謝謝大家 哈囉 謝謝 其實你知道我有睡前吃宵夜的習慣 做了這節目之後有少一點點 可是有這個我在吃的時候很香的時候 突然就說媽媽 我也要吃 那如果真的孩子睡前肚子 我到底要不要給他吃 如果真的給他吃 我要給他吃什麼東西才對 其實不管是大人小孩睡前突然間嘴殘 你要先感受一下你是不是真的餓 就是真的 沒有 有的時候是渴 因為我晚上就快睡覺了 搞不清楚了 你有沒有發現洗完澡會特別覺得餓 對 其實不見得你可能只是渴 你先喝一杯開始 對 我知道你喝完開始 也許半夜會尿尿 但是事實上你喝完以後你感受一下 不餓 而且我可能是洗澡的時候 剛好那個水流汗流很多 對 所以你第一個要先分辨你是不是餓 那像你的孩子看到你在吃 顯然他只是想跟你一起吃 對啦 不是真的餓 這個是第一點 那如果說今天是真的餓 比如說喝完水 你發現還是真的餓 而且你晚餐可能不管是任何原因 吃得比較少 通常我們會說 一點點的蛋白質 加上一點點的粗的這種澱粉 好 比如說全麥的這個 燕麥好了 我叫燕麥 燕麥然後再喝一點點牛奶 就是一點點的蛋白質 一點點的這種有膳食纖維的粗澱粉 那這樣的話可以增加一點飽足感 讓你晚上就睡 不用吃到很飽了 那當然也有一些人會說 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話 你最好還是三十分鐘以後再躺下 那不然你三十分鐘前 東西都還在胃裡面 很容易會這個胃食道逆流 讓你晚上睡眠品質會更不好 當然最後要提醒你 睡前還是得刷牙 有些小孩 對 因為吃了一點東西 不用刷牙趕快去睡覺 那整個晚上口腔就很不好了 了解